作者这是有多痛恨雅木查 竟然让雅木查死得如此难堪 就在刚才悟空练成了元气弹和界王权 随后便开始马不停蹄地返回地球 与此同时贝极塔已经来到了地球 看到地球上竟然还有如此多的人 于是哪怕打算送给地球人一个见面 要知道哪怕的战斗力也就四千左右 只是略微出手一座城市就变成了大坑 方圆千里之内都已经化作一片焦土 这时贝极塔的探测器突然有了反 于是两人朝着一个方向快速飞去 反观亚齐洛贝这个老六太聪明了 没有去战场反而来到飞船降落之处 这是一位记者看出亚齐洛贝知道点什么 于是带着亚齐洛贝来到一旁悄悄询问 没想到亚齐洛贝竟然也有商业头脑 无数的记者为了能得到一手消息 纷纷往亚齐洛贝的帽子里塞钱 就连局长都把养老钱拿出来 另一边贝极塔已经找到了比克等人 当贝极塔看到眼前的比克时 立马就看出比克时那美克星人 此时的比克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竟然和悟空一样都不属于地球物主 虽然是敌人 但是比克还要感谢贝极塔 作为报答自己会让贝极塔死得痛快一些 哪怕看到比克如此嚣张便打开探测器 发现孙悟范的战斗力是981 而比克的战斗力则是达到1220 克林的战斗力也达到1083 哪怕吐槽自己一只手就能捏死比克 但是贝极塔却让哪怕摘掉探测器 因为比克这些人能自由控制力量 就在这时哪怕将蔬菜人种子拿了出来 贝极塔坦言比克还不值得自己亲自出手 反观哪怕已经将种子全部种下 随后六只蔬菜人立马破土而出 看到这一幕的克林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因为地球上的土质比较好 孵化出来的蔬菜人战斗力都达到了1200 就在这时蔬菜人给众人来了个下马威 明明已经将孙悟范等人包围了 却没有攻击孙悟范而是攻击周围的石头 可见蔬菜人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吓唬一下克林 同时也是为了彰显自己强大的实力 孙悟范果然因此紧张了起来 克林的神情也无比的凝重 就连比克的脸色也绿绿 突然蔬菜人得到命令后开始发起进攻 比克见状和克林首当其冲 反倒是孙悟范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首次交锋比克和克林没有拿出权力 不然一个照面就能将蔬菜人杀死 这时一只蔬菜人盯上了孙悟范 没有实战经验的孙悟范直接被撞飞 幸好亲爹比克及时赶到 让蔬菜人不再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天津范和饺子也赶到了战场 紧接着雅木范也着急过来领盒饭 如此一来比克这边刚好就有六个人 而贝吉塔的蔬菜人也正好是六只 于是贝吉塔提出了一对一的比赛 但是比克却觉得自己一人足矣 克林健壮急忙劝说比克冷静一点 接受这个提议还能拖延一些时间 于是天津范打算第一个上场 检验一下自己这一年苦修的成果 贝吉塔这边也派出了一只蔬菜人 反观此时的亚齐洛被无比潇洒 拿着记者的钱正在大吃大喝 这才是活得最为通透的人 另一边天津范的战斗已经打响 一个照面就震飞蔬菜人 随后天津范乘胜追击朝着蔬菜人袭来 没想到蔬菜人突然喷出一股白色的液体 差点就击中了孙悟范 并且白色液体竟然有腐蚀的能力 天津范不再留守拿出了真本事 战斗力达到1200的蔬菜人 竟然被天津范的一招肘击打败了 看到这个情况的拿帕也露出震惊的神情 反倒是贝吉塔通过这场战斗 看出比克等人的战斗力都在1200以上 但是被打败的蔬菜人并没有死 贝吉塔见状进行了补刀 直接将战败的蔬菜人杀死 看到贝吉塔竟然如此心狠手蜡 比克的头上都冒出很多冷汗 就连拿帕和蔬菜人也感到了害怕 贝吉塔坦言这就是战败的下场 剩余的蔬菜人知道接下来要拼尽全力才行 这时克林打算第二个登场 却被一旁的雅木茶阻止了 雅木茶坦言这种表现的机会还是让我先来 于是第二场战斗马上就开始了 只见雅木茶竟然没能和天津范一样 足足交手了几十个回合都没能打败蔬菜人 反倒是雅木茶一个不留神被抓住 随后身影直接被扔到空中 雅木茶杀了个回马枪却被躲开 蔬菜人模仿雅木茶杀了个回马枪却被躲开 反倒是雅木茶趁机施展出龟派气功 要知道天津范只用普通攻击就结束了战斗 没想到雅木茶却需要施展龟派气功才行 看着躺在大坑里一动不动的蔬菜人 雅木茶还以为战斗结束自己获胜了 可就在这时蔬菜人突然朝着雅木茶袭来 只见蔬菜人将雅木茶牢牢抓住 随后给雅木茶露出了一个微笑 紧接着蔬菜人竟然选择了自爆 当烟雾消散后一幅世界名画诞生了 也不知道雅木茶到底哪里惹到作者了 竟然被作者这样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